最豪的世界杯,我们能否抓住其投资机会 大家好,欢迎观看Gold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ldMarkets助力分析师Nio元 大家都知道,世界杯每四年就会举行一届 而今年2022年的世界杯在卡塔尔举行 这次卡塔尔世界杯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世界杯 但一定是最豪的世界杯 本届卡塔尔的世界杯花费超过了2200亿美元 是上届俄罗斯世界杯花费的近20倍 也是历届世界杯花费加起来的5倍之多 那么从历年来看,世界杯效应的推动下 其周边产品、赞助商等等都会获得巨大的收益 比如在今年,EA发布最新的《季度财报》 非法系列玩家的收入激增达到了17.7亿美元 而国际足联也公布了本次世界杯有着75亿美元的收入 而也是国际足联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周期 获得64.2亿美元的破纪录营收之后 以超10亿的增额再破新高 相同的,在世界杯等重大赛事下 也会衍生出一系列的投资机会 其中,今年最大的投资机会就是世界杯受益股 赞助商和合作伙伴的股票 给大家提前套个底 今年赞助商和合作伙伴的股票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上涨 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我将会挑几个就代表性的来分析一下 首先就是今年的合作伙伴阿迪达斯 这家德国运动服装巨头 与世界足球管理机构和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追溯到50多年之前 从1970年以来 阿迪达斯一直为国际足联足球世界杯官方比赛用球提供供应 而那之后所有的官员裁判 球员陪同人员的制服也是由阿迪达斯提供赞助 从今年的11月份起 阿迪达斯的股价开始了一波猛涨 股价从93上涨至136 上涨的幅度达到惊人的46% 其他的运动品牌的股价也被推动上涨 比如阿迪达斯的老对手耐克 此次也是上涨了21% 然而纵观全局来说 阿迪达斯今年的股价整体处于一直颓势的状况 在近一年股价下跌了60% 那么阿迪达斯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就是战争造成的影响 俄乌战争后 欧洲出现能源危机 能源价格飙升 而阿迪达斯作为德国的品牌 运营成本和生产成本的飙升 造成其利润的骤降 其次就是受到美国加息 美元升值的影响 欧元今年跌得很惨 在不涨价的情况下 出口价格实际上是变相降价了10%左右 进一步对其利润造成打击 最后就是作为阿迪达斯最大的客户之一的中国 在严格的疫情风控下 间接的导致其销量不佳 利润进一步的下降 综合因素之下 不难理解阿迪达斯的股价为何跌得如此之快 因此 对于阿迪达斯目前的状况来说 世界杯的热度 支持其股价进行了一波巨大的反弹 但是如果根本问题无法解决 其股价仅仅仅只是一波反弹 而不会出现反转 其次就是百威啤酒 虽然本次世界杯 普通球迷无法在运动馆里喝啤酒 但是不影响他的股价上涨 本次世界杯期间 股价上涨幅度为9.37% 毕竟 啤酒配足球那可是标配 不仅仅是百威 所有的啤酒板块的股票 均有不同的程度的上涨 例如青岛上涨了12.3% 科罗纳上涨5.7% 华润啤酒上涨了45.87% 接下来就是中国赞助商合作伙伴 万达 猛牛和海信 环球数据提供数据显示 中国企业为卡塔尔世界杯 投入了13.95亿美元 超过了美国企业投入的11亿美元 反映到股价上来说 因为周边和万达开创的 电影院关球等活动 万达影视上涨了15.97% 海信为其品牌提供大幅折扣之后 销量激增 世界杯期间股价上涨了24.44% 猛牛也在这一次蹭了狠狠的一波热度 股价上涨了25.88% 最后综合来看 这十家赞助合作伙伴的股票 在这个期间平均有上涨17.3% 这也给我们一个思路 重大赛事之际 其周边的品牌赞助商概念股 都有很大的双生潜力 那么在下届世界杯 已经确定的合作伙伴是 阿迪达斯 可口可乐 万达和Visa 大家可以关注 而明年23年将会有 卡塔尔亚洲足球比赛 亚运会等赛事 2024年会有巴黎奥运会 而作为和世界杯同等级的顶级赛事 其周边的收益股 大家也可以开始关注 提前做好布局 投资在很大程度上 也是一个认知的投资 在多角度分析 多方面交流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更快地 提高各自的认知 因此 欢迎投资者朋友们 来和我们进行投资交流分析 一起抓住下一个机遇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 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